我给你们说一个故事 这是一位古代的高僧大德 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 那这位法师是叫做延昌法师 一开始刚出家的时候 曾经有出去参访参学 那有一次 他到了深山里面找不到寺院 也看不到任何的人 那过了不久 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屋子就走了过去 当时有一位老太太就走了出来 那延昌法师就跟他表明说 自己是出家人 刚好在深山迷路 希望可以借树一晚明天再赶路 那老太太也很客气 因为对佛法是有认识的 所以他就答应了 让延昌法师行一个方便 只是没有想到 这老太太的老先生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竟然开始跟老太太切肉 煮肉来吃的 哎呀 延昌法师看到心里就想 我竟然来到一个屠夫的家 现在看到他们吃肉 他心里就想隔天了 我要赶快离开就算了 但是没有想到 到了第二天早上 延昌法师就看到这位老先生 就走到屋子的后面 原来屋子的后面有一个小佛堂 老先生就开始在那里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自己开始在那里念佛 延昌法师又大开眼界了 昨天这么巧 在深山里面来到屠夫家 借树已经感到很惊讶了 现在又看到屠夫有念佛 我更是感到惊喜 那位老人家念完佛以后看到法师跟法师说 法师啊 其实不相瞒 我之前也是出家人的 但是因为环境因缘不好 所以过后就变成了世俗人 但深山里面我也找不到什么出路 所以就靠卖肉过生活 在山里面打猎 拿动物的肉去卖之类的 那每次遇到没有东西吃 就把卖不出去的肉就拿回来吃掉 这是老先生的经历 他就说虽然自己以前是出家的 但是自己什么也不会 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也没有毅力坚持走出家的路 现在还杀生吃肉的 不过每天有做的 就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老先生跟法师说 如果等到有一天 我寿命到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会去告诉你的 为什么老先生要告诉这个法师呢 因为他说 希望法师以后可以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寺院 他往生后这个地方没有用 拿来盖寺院就正好 那法师也答应他 但是当时延长法师也是口头上的答应 因为要等到老先生往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第二天法师就离开了 过后不知道多少年以后 延长法师就变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 他也间接忘记了跟老先生的约定 那各位 你们觉得说 那位还俗杀生吃肉的屠夫老先生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结果有一天 延长法师在自己的深重疗房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就听到 从西方过来一个美妙的音乐 那个音乐越来越靠近他的疗房 突然就变成有人在敲他的房门 延长法师就问说 请问谁在敲门呢 外面就有神经回答说 师父好吧 我就是当年那位在深山里面的屠夫老先生 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来接我到极乐世界了 在那里很伤心 为什么 因为老婆婆说 我的老先生昨天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断气往生了 所以各位真的不是开玩笑 不是假的 念佛的屠夫老先生真的是往生极乐世界了 延长法师看到当时真的是很感动 马上就禀告这个王帝要在那个地方盖一个寺院 而这位高僧延长法师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不可思议 所以就开始转为念佛 最后也往生净土了 是啊 屠夫念佛都能够到极乐世界成佛 自己是高僧还不念 那以后会追不上人家的 所以就转为念佛了 这是一位古代高僧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 真的很不可思议 各位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是啊 谁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屠夫 杀生 吃肉 卑贱 什么都不会 只会每天念佛的人 还能够蒙佛救度 往生净土呢 人家最后还算是一种欲知识字 往生前就是念着佛号 等着阿弥陀佛来的 往生后 还去视线通知人家 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真的做到了其他法门 做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今天其他法门 你有杀生 绝对是堕落的 像《愣言经》里面说的 杀到遗忘 其中一个没有断根 绝对不可能成就 但是阿弥陀佛就不一样 在《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就说 我们看 阿弥陀佛就是呼唤 阿弥陀佛就是欢迎十方的众生 快速到他的净土得到安乐 连在阿弥陀佛的众生他都可以救度 更不用说是普通的 所以为什么说刚才那位深山屠夫念佛都能够得度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法门嘛 是因为这是康阿弥陀佛救度的 那各位 听故事要回听 不要听完就跟别人说 经本法师说可以吃肉杀生也不要紧了 我不是这么讲的 我是鼓励念佛 不是鼓励杀生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吃素 不要做这种杀生造业的行为 种种的 但在现实的世界 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 像刚才那位老人家在身上 就只能打猎杀生 吃肉过生活的 其实全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 基本上现在95%以上的人都是不吃素的 像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 能够吃全素的我相信也不多 有些是家人反对 那你就要被他们拖着走了 但是不要紧 尽力而为就好 剩下的我们就是来念佛 有阿弥陀佛这尊慈悲的佛 现在给我们发这个邀请韩玉生我国 是主都无条件来救度我们的 那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念佛得度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 我们就随缘念佛而过就好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 不要忘记念佛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